同样是买了黑色沙发 你家成本压抑 别人家却时髦高级 区别就在于这三个地方 不要着急 我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会你 首先是挂画 记住多彩多图 什么意思呢 要选择图案多色彩多的挂画 黑色拉扣沙发 挂画可以选择燕麦黄 白色黑色 要超过三个颜色 图案一个两个三个 东西一多画面就会显丰富 黑色钢牙沙发 挂画选择咖色 沙黄色粉色 白色黑色奶白色 有足足六个颜色 图案有点有线条有色块 你看画面不大 但是内容多就很饱满 色彩多图案多 挂画内容有变化就会有生机 而变化就是最重要的搭配美法则 有了变化黑色沙发也不压抑了 刚买回家的黑沙发 你先难看为什么 没有变化 就黑色沙发一个人当然沉重 还有这种搭配怎么改好一点 挂画不能是单一颜色的 要选择多颜色多图案的去营造变化 那有人说了 完了 挂画选完了怎么办 还有方法二 选择球形落地灯 黑色沙发搭配黑色球形落地灯 球的圆润有清和力 有人问沙发黑落地灯还黑啊 谁说黑配黑白配白就不动脑筋了 这很好笑啊 你自己不懂 搭配既要考虑颜色 也要考虑造型 一黑一白是搭配 一方一圆也是搭配 这里的球形落地灯与直线条沙发产生造型变化 黑色沙发就不压抑了 当然你如果能做到第三点那就更好了 三选图案地毯 黑色拉扣沙发地毯选黑白格图案 黑色钢牙沙发地毯选钢琴剑图案 黑色豆腐块沙发地毯选条纹图案 图案是色彩和形状变化的结果 纯色图案搭配黑沙发死气沉沉 图案地毯搭黑沙发一秒鲜活 那有人说了我家有两个宝 两只猫地毯 打扫太麻烦了 怎么办啊 用木纹地板啊 黄色的地板 暖色能增加温度 缓解压抑 总结一下三个办法 多彩多图挂画 球形落地灯 图案地毯 说的不就是变化这个美学法则吗 怎么变 在我们黑色沙发的上下左右 多加一些颜色 多加一些图案 多加一点不同的造型 就可以让它不闷 呈现时尚高级 听完有收获的 给自己点个赞 关注杨阳美学 让家变美不再难